威士忌它没有单一的价值 它是有多元的价值 我会觉得威士忌之所以流行 是因为它符合这个时代多元的价值 威士忌它不应该是被大家拱在神坛上膜拜的异品 它应当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应该活在威士忌生活当中 这是我的想法 读书的时候我就开了我生命当中第一家咖啡馆 那大概30年前的事情 在资讯还不完全透明的 然后仍然存在着这个资讯落差的时代 我们绝大多数喝酒都是透过传闻 所以那个是一个我们就说那是旧的时代 那新的时代就进入了所谓知识性平隐的时代 所以我们不只在喝酒 我们还会研究酒的历史 背后的故事 发酵的时间 蒸馏器的长相 使用了什么样的橡木头 这就是知识性时代的来临了 威士忌它们最重视的是酒厂精神 酒厂精神就是每一家 它们在不同的地块 然后他们用了不同的蒸馏器 不同的制成所做出来的麦芽新酒 就是那个透明的酒是不一样的 每一家的风格都不一样的 对于苏格兰人来说 那个透明的酒才是一家酒厂的精神 为什么 因为透明的酒包括大麦 包括里面的蒸馏器 包括制酒者都是苏格兰人 所有的消费者几乎都在谈 什么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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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多少年 可是对于当地的苏格兰制酒者来说 这个还没有入桶的酒才是真正能够显现 这一家酒厂传承的上百年的精神跟风格 他们的坚持才在这个透明的酒里面 你喝美国威士忌 你可以想象好莱坞的伸展台 穿着华服很厚重的装 没错那就是美国威士忌 然后想象苏格兰威士忌就有点像是欧洲的女生 有没有 欧洲的女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样子 台湾威士忌喝过没 然后快速熟成造成它有很多热带水果的风味 甚至有茶香 可是没有泡任何茶 我在描述格马兰就是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在台湾 它就很结实的苏格兰的完整的制成 但是却有着台湾的风土 它非常的饱满 橡木桶味道非常的重 它其实就是苏格兰威士忌风格的农香醇 南投酒厂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各式各样的水果酒桶的威士忌好精彩 而且这完全是在地风土 而且是完全无法拷贝 南投酒厂的气味比较优雅 它虽然没有那么丰富 可是它相对来说层次很多 格马兰的饱满巨大 很有很有热 有它的亡者之风 我们的骨子里早就有喝烈酒搭餐的基因 我们喝高粱 调和威士忌其实占了全世界最主要的威士忌销售 台湾是个特殊的地方 台湾的麦芽威士忌是远高过于调和威士忌 目前在全世界只有台湾这块土地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用调和威士忌来搭 而不是用丹一麦威士忌来搭 因为丹一麦威士忌强调是个性 所以你一道菜 你丹一麦威士忌有这么多个性 到底谁搭到会比较好 可是你会发现调和威士忌 它本来被创作出来的目的就是 for 大众的 在全台湾到处找可以开威士忌酒厂的地方 十年了 我最近找到一个地方在宜兰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验证它 在宜兰那块靠海的土地 风土的魅力 威士忌未来会分成旧时代跟新时代 旧的时代的威士忌都已经传承了百年以上的 它们传承的那历史 而且它们不能够轻易改变 因为那就是美好 而且经过历史所验证的 如果是新酒厂 我就是要颠覆过去那些美好 创造一些能够惊艳我们味蕾的美好 当我在喝波尔多的时候 我去花自己的钱 买波尔多的葡萄酒回来 我还要研究这是加隆何分 左岸右岸 右岸有Saint-Terminion-Bomejo 左岸有Saint-Julian-Poyac 哇 我还自己做功课 然后花钱把别人的文化买回来 还告诉别人 我希望未来我的威士忌 全世界的人可以买我的威士忌 然后知道台湾长什么样子 宜兰有什么样的风土 这是我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